疫情逐渐趋缓 宜兰出现好久不见的观光人潮 国道5号一早涌现抽流 民众把握暑假时间来趟两天一夜的旅程 礁西的饭店周末住房率回升到八成 另外宜兰传艺中心周六破千人次入园 表演剧场一开放入场立刻坐满 还有游客干脆在剧场外隔着栅栏看表演过过感应 宜兰传艺园区临水剧场 表演一开放入场就立刻满座 观众目不转睛欣赏台上表演 镜头转到剧场外 连剧场边都占满一排民众 原来是场内管制只开放八十二个座位 有的民众没有排到入场资格 只好透过栅栏间细看表演过过感应 本土疫情逐步趋缓 宜兰出现好久不见的观光人潮 国道5号一早涌现车流 当地知名美食也可以看到排队人龙 虽然为了防疫外出有不少限制 但能出来透透气民众已经相当满足 民众把握暑假时间来趟两天一夜的旅程 郊西饭店住房率来到八成 让业者看见一丝曙光 目前的话假日有比较回升 大概七至八成 周末开始回升的比较明显 那平日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话大概有三到四成左右 虽然人潮还是不比往年暑假高峰 但还是可以看到观光客逐渐回流 期盼疫情阴霾散去 让当地店家迎回往日溶进 记者宜兰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